这是你们俩的财产 全在这儿呢 头上离婚的地方 把它分清了 这房子不是你们的 不管孔振 归了你们俩谁 都得先跟上我 等我死了 得看你们俩谁的日子 过得踏实 就把它领过去 不领 他一个人有送个房子 我再把他爷爷的劣势费 和从前攒的钱都给了他 也够用了 行了 你们进屋分去吧 我还得紧着忙我这棉活呢 我都七十多岁的人了 做一天试一天 栽区那些人还等着穿呢 我可没工夫跟你们扯淡 倩倩 谭心呐 我回来的不是时候吧 我回屋先待着 是时候 说话人俩就离婚了 赵宝 赵宝 财产我都给预备好了 清姐 对不住了啊 那天我跟你保证的 那都是放屁了 我这口气还没咽呢 人家就要分了 分分的 兴许这么一分哪 俩儿这日子就都好了 东南 你呀少要点财产 四平有病 再找个人不容易 他手头啊 得多有俩钱 你壮壮实实的 比他有条件 四平他爸 你也别愣着了 你也屋里好好想想吧 想想自个儿的着路 我听强子介绍 他张奶奶对你才是真好的 亲家 你别叫我亲家了 说不定明儿 咱就不是一家子了 你说过 就是他们离了 咱还是一家子 都是放屁了 你俩也别在这儿待着了 不进屋就滚外边分去 你不跟出去 对 万一他在道上出点啥事 省得你往医院送了 也用不着担点啥责任 他说我闺女 用不着别人管 我现在还不是别人 离了婚 想让我管 我也管不了了 不如草草草草草草草了 他俩真的要离 说离了 就算不离 也都把心伤了 伤了心的日子 和草荒相哭 那孔振咋办 你们俩干吗呢 还挺伤心 肯定又是因为我老爸他们吧 要我说 你们就多余管他们俩 就让他们瞎折腾 亏你们 又看电视又听报纸的呢 没听说现在有个新名词啊 叫七年一养 就是两口子结了婚 过七年就得挠挠 挠就是两口子吵架 他们俩都十几年了 也该养一回了 四平 能跟我说句实话吗 你这么闹究竟想干吗 就算你真的要跟我分开 也用不着这样互相伤害 我们毕竟是十几年的夫妻了 而且一直都很尊重对方 你现在也承认伤害我了 我告诉你孔东南 我还没死呢你就这样 你是从心里尊重我吗 我哪样啊 你每天早出晚归 原来是为了接送医安 你是不是早就忘了 你是个上有老下有小 老婆又得了绝症的男人 我要跟你分开 我不分开行吗 我不能临走 再受你的屈辱 你已经把我说得不是人了 你凭什么说我每天接送医安 方思平 你仔细想想 我是那种背心弃义的人吗 你得病这些天 我有哪点做得过分了 让你方思平察觉到什么了 你闹都情有可原 你不要以为我感情脆弱 就可以随便发作 而且还跑到听你那说一言 你想想 咱俩谁群有谁 我是随便发作吗 你不要把自己说得那么清白 他丁一言要不是因为我离开训练场 他会跟行义超分手吗 你能有机会跟他去喝酒吗 我早就知道丁一言对你一直有好感 而且不断地拿你跟行义超比 在我面前也直言不讳地说过 你就更不用说了 还没怎么样呢 就开始忙着替一言拒绝彭样 又去找行义超为一言打抱不平 你凭什么呀 她是你老婆吗 如果别人这么对我 你会怎么想 亲家 亲家 前个刚把棉活送出去 今儿个又做这些了 你就别熬了 再把身子骨子闹垮了 咋也睡不着 手里有点活啊 分分身 困了还能睡俩重头 这阵子 我看您的眼哪 画得更厉害了 听张奶奶的儿子说 那天她来咱家 你端详了半天才认出来 这平常 你看我是不是也虚乎乎的 亲家 我跟你说心里话 那天强子给我这做半天 我倒聊也没把她那脸看清了 她是不是跟我这过去 那脸色挺难看的 那老张太太心一下就凉了吧 你没让东南送水之前 我就给她打了预防针了 我也想了 人家挺大岁数 这心脏血压也有毛病 真让强子过去一打击了她 咱这心啊也太不落人了 就那 我刚暗示了几句啊 她就眼泪巴擦了 人家也是好心啊 是 要不是你提前把我嘱咐好了 我可不忍心伤害人家 墙子过来一说我就得同意 再说了 你这个年纪 还有人惦记着 那也不是啥坏事 难得张奶奶啊这么开通 你们俩这事真要是成了 还能过上个十年八年的踏实日子 也省得跟这两个操心了 你说这话我就不乐意听 我跟她过去 你这是往外推我呢 咱俩都是他们的爹娘 凭啥就让我省心呢 你啥都不让我掺和 我就算让你一步了 从前我有个男同学 往家里多打了几个电话 你的脸色就已经不对了 孔东南 是你该仔细想想的 我是欺负你脆弱吗 你是在欺负我 那就是说 你看见在家当着妈说的 都是假话 不是想让大家宠你看中你 你就认为我跟易安关系不正常 对了 说你们俩没怎么样 那时候我给你台阶下呢 怕你妈真把你腿打折了 你不是老说吗 一日夫妻百日恩 我怎么也不忍心 让你全腿跟我分开 你再怎么样 也是我们孔正的爸爸 我死了 他将来还指望你呢 那好吧 你也愿不着给我台阶 你既然这么认定我跟易安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易安 再找到刑医超也行 今天必须把这件事澄清 不然我那天出了意外 此都不能瞑目 让我儿子看见了害怕 让我妈也跟着受屈辱 走 走啊 我不去 你自己有问题 干吗要去问人家 对啊 我不去丢那个人 你不去 行 我现在就从他跳下去 尽管这很愚蠢 但起码能证明我是清白的 庄南 你俩要是啥意思没有 你俩要是啥意思没有 那墙子也不会来说 我听说 把你俩办事的医生都治办好了 那亲家你这是 小点声 我孙子明早上上学呢 你呀 就是不放心思平他两口子 才走不出这一步 要是冲着我 你恨不能早早的就离开这个家 不等人张奶奶提出来 你就主动了 这家 都给乐子这家气的 说好了啊 咱今儿听孙子的 咱自个儿也轻松轻松 啥也不想了 就你一个人轻松了 光找我乐子逗 也不想想 人家能不能承受 行行 你逗我 找我的乐子 就算再给我编出个张爷爷来 我保证 也不能变成个苦瓜脸 就是有一条 你看看看 一到你那儿就得有条件 你知道我要说啥呀你就打岔 我是说呀 不能接我的短 别一会儿又说到东南思平身上了 说我催了半天 啥事也没整明白 还学我那天 咋拿着菜刀跟你比的呀 那不是乐子 是嘲笑 是我嘲笑你呢 四平 我真的不知道你要把我变成什么样 才能平静 我现在对我们的婚姻 真的很绝望 从前我们多好啊 不管谁有痛苦 都能互相安慰 理解 忘了我们曾经说过 无论白天有多少不愉快 躺在床上 就必须让对方开心起来 十几年我们都是这样 四平 说心里话 刚知道你得病 我整夜都在装睡 望着你一天天憔悴地 看着你一天的脸 我甚至想过 万一哪天你真走了 我还要不要活下去 不活 儿子 我妈 你爸怎么办 可现在 你让我已经不知所措了 我根本想象不出 我根本想象不出跟你分开 和继续我们在一起 是什么感受了 东南 婷语分析我说 我这是恐惧死亡 和怕跟你分开的表现 我真的怕死 特别是这些天 我们不盖一个被子以后 就觉得自己离生命 越来越远了 冷冰冰的 没有一点活力 今天在训练场 又闻到你身上的汗味 再看到依安 那么有朝气地 在你眼前忙来忙去 我心里就更恐惧了 何况你看见她 又那么自然 一点都没去想我的感受 东南 我不是想屈辱你 我是舍不得你 知道了 我今后注意 不让依安过来 我不好说 我也不忍心伤害她 但我保证 她来少去看看 尽量躲她 不会再让你心里不舒服 那床被子 你还是给我点时间适应 你知道我心中 你不是从前就说吗 其实男人心中 不是件坏事 她能对自己的良心负责 可我今天也听婷语说了 如果两个人之间 已经开始考虑责任了 就很可怕了 东南 你现在心里 对我是责任多 还是感激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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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这种话我问得很傻 也不该问 我理解 四平 我们还是慢慢感受吧 妈 你知道 从前我对你有多爱 来 妈 妈 您哪 您坐这歇着 什么东西拿 什么不拿 您说一声就行 还难过呢 还难过呢 这么认真呀 要不您还是留下吧 别跟我回去了又后悔 再伤心流泪的 到时候还得再往回折腾 这摊子明天就不是咱们的了 现在还来得及 我能不难过吗 要是我这抱摊 也跟我好几年了 妈这点乐子 也是到这儿开始的 那咱就不走了 我再多陪您几天 等您把那变了劲过去 兴许啊 您跟我范大叔啊 处得比以前还乐呵 我说 其实您跟我范大叔心里都明白 你们俩不是不乐意在一块儿 是我废仪不支持 您啊也应该理解我范叔 住在人孔家 您啊 嗯 四平又得了这种病 我知道 要不我也不能同意 你去找理废仪 妈就是觉着你范叔现在 哎呀挺为难 思平没病的时候吧 日子过得适乐 你范叔随说是倔了点 还能看见他个笑脸 话说错了 也想着给我赔个不是 他一个外姓人在家 啥都不能说 你费也不让他说 他心里头能不别去 你知道 你妈就看不了这个 我就想把你范叔带走 眼不见心也不凡了 星星能过几年踏实日子 谁承想 你费也就连这个也拦着 不让 说心里话 我还真找不出啥乐子了 还惦记外面那俩人呢 到底能是个啥结果 我是怕 就算孙子把他俩说准了 是养 可养过头 抓破了 要想愈合就不行了 抓在心里这东西啊 咱可端不准 也使不上那正经劲 不管了 咱听孙子的 亲家 咱能多做一天亲家 就珍惜着好好做 这回不适合 这回不是屁话 说啥呢 没说啥 让你逗你 不逗 嘟嘟囔囔的 喝算您是想解救我范淑 才想跟他在一块儿的 不是真的看好他了 那咱还走啥走啊 上所回家 明儿再来 我没看好他 我解救他干吗 早先咱们那个邻居 小三他胖 不比你范淑值得解救 常年没个人过去看他 妈啥时候想起来 去看看他了 到了我们这岁数啊 追求的也就是个理解 和解闷 妈想跟你回西安 也不是怕得见到你范淑 难为情 是怕妈自己控制不住 你说又要关心他 给他念报纸包饺子啥的 你说弄得你范淑的心里 都更不是滋味 本来吧 本来吧 这事啊 就不是你范淑不同意 快收拾吧 明儿早起赶火车 哎 哎 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德宝 快来吃饭吧 你不是饿了吗 快来吃吧 姨 等叔回来一块儿吃吧 你刚才还说快饿死了 快过来吃吧 快点啊 你干吗呢 上互联网 查点东西 爷 您别打搅我 我就要打搅打搅你 上什么互联网 你是不是在网上找女朋友啊 我看看 我看看德宝的眼光怎么样 我看看 我看看 我看你 爷看 现在还不能让您看 叔叔不能让您知道 你说你什么事啊 行行行 我不看 叔叔选女朋友 是比我有眼光 你慢慢看吧 不过你要是选好了 还是要让姨看看 你才可以和人家联系 我过去把菜给你盖上 饿了你再吃 选女朋友 是比吃饭重要 我没有选女朋友 我是查查互联网上 得白血病的病人 救活的概率是多少 什么样的匹配率是最合适的 是不是你林叔叔的病恶化了 你叔叔这几天也偶尔回来 他忙我也不好问得太多 可是那天新龙阿姨来 说挺好的 他们在机场还通了电话 我看见了 是挺好的 我还替您谢林叔叔了呢 因为那天您和叔在客厅说 您身体有病的时候 幸亏有林叔叔在身边 要不后果就不堪设想 我也觉得不可想象 叔叔 林叔叔挺不容易的 还说 林叔叔不是真的要和您结婚 林叔叔是哄着您 怕您摔东西 发脾气 伤了身体 您和叔就不会生活得幸福了 我也就不幸福了 所以你要到互联网上 为林叔叔呼吁 为他找配刑 这几天你是不是 一直在做这件事啊 半夜醒了你还坐在这儿 不断地在敲 你是不是把咱们家里的情况 都写在网上了 没有 走 东南 哎 强子 等我呀 东南 咱哥俩这么多年 帮哥一个忙 把这个寄思平她爸爸收起来 这是你嫂子按她的尺寸 精心为她选择的 你前几天 电话里问我爸的情况 就是要尺寸啊 干嘛给她买衣服 不说了 你忙 我还得赶火车呢 我妈还等着我 强子 对了 这是给费医的 我妈没少让她费心 一点心意 我再抽时间回来看你们 咱们再聊 强子 听你的意思 是张仪跟你一块走了 对 不回来了 怎么了 张仪身体又不好了 我最近看她还行啊 实话跟你说不 东南 我这次回来 就是想把思平她爸 和我妈撮合做 老俩都挺乐意的 你妈坚决反对 不可能吧 我妈怎么会干涉这种事 你妈干涉也对了 也怪我太冒失了 我忘了当年她们俩 都是出了名的劳动模范 你妈肯定是把破坏了 你们家的名声 和我们家不一样 从来就没有名声 不过东南 我还是想劝你一句 千万别为了这名声 硬挺着过日子 你要真爱思平才能有快乐 如果现在你要是看她 有哪儿不顺眼了 就想想当初你是怎么爱的 我得病那会儿 你嫂子就是这么陪着我 硬挺过来的 我这脾气你也知道 闹起来比谁都厉害 特别是得病那阵 再看看这些老的 一个人想找个伴多难 好 出 特宝 现在应该是你吃饭的时间 你在干吗 来 怎么样 把那两个人送回第一院了 对 有床位了 不过情况有一些变化 本来说好了 等林谦再恢复几天 他就可以住他们医院 去等待配刑 可是今天早上 林谦的检验报告又下来了 情况并不十分理想 有些指标不但没有恢复 反而更下降了 所以他们跟孙小莲研究过了 就林谦的情况和他的年纪 就一定很快 转移到北京去做最好 我说了 林谦的所有资料已经传到北京了 北京做也好 安全系数 要大一些 特别是孙小莲坚持 他对林谦的病情最了解了 包括林谦现在的心情 你那天不也说了吗 林谦并不属于我 和我们这个家 我们听他的吧 叔 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好了等我吗 什么等你呀 互联网哪儿这么快呀 得宝 听话 快去吃饭吧 叔 是不是林叔叔后悔了 刚才我在网上查了 像我这种情况 不影响给林叔叔做配情 听那个孙阿姨说 结果很快出来 那天他还说最愿意跟我做配情呢 他笑得也特别开心 林叔叔肯定是嫌我脑子有毛病 才不等我了 对呀 既然你们已经答应得宝了 是应该等等 结果不是很快就能出来吗 据我了解 这种化验就是再精密 包括反复检验论证 长到七天 短这五天也就出来了 乙安 这么早 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 没想到你真的变化很大 放在从前你不是这样 从前我也一样 只是你没看到而已 不过你放心 只要我的辞职报告一批 我一分钟都不会在这儿停留 当然批不批对我的意义并不大 一切我都要重新开始 但我还是希望在我没走之前 能为我喜欢的人多服务服务 我曾经的队员和东南的乒乓球队 我不能因为思平这样一折腾就立刻走开 我心里是透明的 我怕什么 更重要的是你舍不得这里 就像这里舍不得你 我也舍不得你 这种话你就收回吧 这么多天我不再看明白了我自己 更看清楚了你 实话告诉你吧 找不到第二个孔东南 我是不会嫁人的 别说假话了 你我心里都明白 孔东南根本不是你要追求的人 忘了你曾经跟我说过的 脆弱的男人你是最不能容忍了 特别是思平的丈夫孔东南 那是过去 我没有走进东南 现在我不这么看了 其实 东南的脆弱并不是弱点 他的喜怒哀乐都是真实的 那天我把自己的身世跟他说了以后 我是第一次看到一个人真的为我心痛 那时候我的确感到了一种幸福和满足 我跟他说了我脑子有毛病 他要是说不行 干吗还带我去化验呢 那个化验的大夫还说我有希望呢 我跟林叔叔是一个血型 不 德宝 不伤心了啊 我怎么不伤心呢 本来以为 林叔把我抚养得这么大 没有疑就没有我了 这回总算能给你们带来点安慰了 我跟叔叔 先不告诉你 就是想让你有一个突然的惊喜 这么多年都没看见你惊喜过了 伯智 林谦现在的身体状况 不会是连等德宝的时间都没有了吧 他连两天都不能等了 不是 前几天是不太好 但这是孙小莲和经过专家们研究的结果 我们必须照办 现在 我把旧林谦放在第一位 你 德宝 林叔叔没有嫌弃你 你忘了 你那天说去为他配了行 他多感动啊 他还说 你那天给他带去了很多快乐 那是孙小莲不希望等德宝 因为林谦说了 即使德宝的匹配率不如那两个人 他为了自己不留下遗憾 因为他曾经太多的伤害德宝了 他想让德宝开心 所以不合适 他也要跟德宝配行 他说林谦太感情用事了 不能让他这样的心理蔓延 所以孙小莲才要做这样的决定 他们是不是已经撤回对德宝的检查了 德宝 好 给姨把鞋拿来 你去哪儿 到孙小莲 对 我去问问她 她究竟是医生还是心理学家 哪儿 您好 吗 她 那儿 你已经得了 你还没有人 你是我 你是我 生命的源泉 也是我灵魂的一半 为了你 什么艰苦我都不怕 为了你 千金万金 我也敢当 有谁能够 代替你的声音 爱你的心 爱你的心 你可知道 双人枕头哪没有你 也会孤单 双人枕头哪没有你 也会孤单 双人枕头哪没有你 也会孤单 你是我 你是我 生命的源泉 也是我灵魂的一半 为了你 什么艰苦我都不怕 为了你 千金万金 我也敢当 有谁能够 代替你的声音 爱你的心 爱你的心 你可知道吗 谁也不能 代替你的声音 谁也不能 代替你的声音 爱你的心 爱你的心 你可知道吗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